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时间星光璀璨 而在当晚张杰与周密唱分别获最佳男女歌手 张艺兴张碧晨分获最受欢迎男女歌手 其他唱者们也都凭实力获得了奖 男生张艺兴和张杰还不止拿了一个呢 作为合作平台方 咱们大优酷也有一些特别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你没有经过第一次见火酒见 一次拿三个奖 趁我还这么搬 这个确实有点懵了在台上 但是那些开心的喜悦跟这些 这怎么讲叫懵啊 这个夹早在喜就变成了语无伦次 你看今天在台上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反正就是该感谢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感谢到 做爸爸以后我不是就把我之前 其实在做爸爸之前我已经在准备说一定要有一首歌给自己的孩子 那么当时就是写了在美国的时候写了Precious这首歌 然后特别为自己的孩子去定做了 那我知不知道会是两个 然后自己觉得很开心 而且是两个女儿 那这个Precious珍贵的 我觉得这个意义也很好 就是他们就是我的礼物 那我相信他们会给我 你看像今天就真的是大满贯 给我四个 然后那这段时间呢 当然那个刚刚你问到那个娜娜的身体 他其实来之前他有点感冒了 他说有点发烧了 不是感冒了 所以我所以得赶快要赶回去看看他 因为之前在录那个101的那个节目 都有几天在杭州 所以今天晚上在上海 一会儿回去就可以 就是有那种比较好的贴头的那种 总结完了过去 还得展望一下未来不是 大家也知道 不想做演员的歌手不是好偶像 昨天来到现场的男神女神们 很多都是双重身份 甚至是多重身份 特别是张艺兴和许维舟 唱歌演戏综艺 样样涉及样样精通 接下来是不是发展会有点偏向性呀 作为歌手 作为演员 我也一直在找寻这两个职业当中的平衡 无论是演戏还是音乐 都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我哪一个都不想放弃 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 我都希望能做好 古装的角色 偏古装的 对对对 我没有演过古装戏 然后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会尝试的 其实每天感觉时间不够用 每天在跟时间打仗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收获了各种各样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值得的 那我觉得一直在学习的 我并不 每一天过得并不空虚 所以我觉得这个够了 有很多专业的东西 然后我需要更加自到一些 对那所以我就想说去多学一点 对然后 都是音乐的部分 对都是音乐的部分 然后音乐制作的部分 当然了小酷的套路你们也知道 聊完音乐总得再聊聊别的 比如男神张艺兴呀 你给好友孙宏雷女儿送的礼物 可上了热搜 到底是个啥情况 首先我是看了美人鱼 后面它有说明 就是说可以在水里面玩 我在想 那个小孩洗澡的时候 可以在水里面看着一个鱼 游来游去的话 应该很开心吧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喜欢 有一个那种鸭子 在那个水里面 小黄鸭对 对对对 有一个那鸭子 在水里游来游去 感觉就是 这个水就变得很高级的样子 还真的是有高级感哦 因为那个时候 没看过什么新奇的吧 而且它是那种可动性的 就是你拧一下 那个后面它有点扭 拧完以后 它可以自己动 你知道吗 相当高级了 对于小孩的世界来说 这是一种不得了的科技了 全娱乐再一次恭喜大家 上海报道 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 欢迎关注优苦土豆娱乐 微信公众号 微博搜索优苦娱乐 全娱乐早八点 赖它更多八卦猛料 还有超多明星周边 和千名福利的资议 据说长得好看的人 都在关注呀